北漂本就很难,他们俩当时都不是出名的艺人,所以私底下经常来往,约着一起玩,关系还算不错。 周宇彤曾在微博晒出两人的合照,并配文和肖战北漂的第三年,两人笑得非常开心,也没有什么顾忌,可见关系确实不错。 一开始,谁也不知道肖战跟周宇彤认识,直至肖战拍完《陈情令大火》,他们被拍到走在一起的照片,这段友情才被大家挖出来。 周宇彤出生于1994年,毕业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表演系2012集,这些年出演过不少电视剧《玉姐》、《蒙昧》,各种类型的角色都尝试过。 他跟张新成饰演的《大宋少年志》,观众都翘首以盼,期待第二部赶紧上线,看到新的赵简。 他还跟龚俊一起出演了都市剧《从结婚开始恋爱》,他在剧中饰演陆芳宁,一个看似高冷,实际上搞笑的女霸道总裁。 周宇彤虽然没有肖战流量高,但他也在稳步发展,而且值得一提的是,自从肖战火了之后,他也没有主动提起这段过往,故意去蹭肖战流量。 可见,周宇彤是个值得交的朋友,不管朋友落魄,还是站在顶峰,他都坦然面对,只看重友情,不管其他东西。